欢迎继续收看上关心地区的婚宁新闻 为了让客人了解 收集麻痹的历史并算到 身心障碍者管理功用 婚宁官 保健青年 贺政会和一轮向邮车工修合作 为云纳上生命教育库定 他会为本 国师以及生命工师 老贴生的风向 传达生命的轮行 建立UI和尊重的观念 不一定是24小时 只要你要移动的话 你都要在地上 行为修理麻痹者的生命工师 柳哲成向理论向 邮车工修合作的小朋友 分享到他的故事 希望借到婚人提供的 孩子的活本故事 以及他的分享 让客人更加尊重生命 以及帮助需要的人 老师今天讲的故事在说 要帮助一些不方便的人 老师虽然说他脚步方便 但可是他能用手开车 我觉得很厉害 小麻痹在民国四五十年代 是相当的严重 很多孩子没机会治疗 就只能用白 一直到民国七十年代 有疫苗后 才慢慢没去 为了让民众知道 原来过去婚人少女麻痹的历史 因此婚人关 互感青年协政会 特別来带到婚人提供的故事 小麻痹的好发的 比较多是在四五零年代 那因为在大概民国八十年左右 在台湾这小麻痹就除疫了 所以变成是留下来的 这些小麻痹的一些长辈 或是大哥们 他们也希望把这个故事留下来 小时候我是没有什么印象 可是我的印象当中 就是行的问题是最大的问题 可是那时候小的时候 对这个在地上爬行 其实也不会觉得 什么样的心酸 可是现在想起来就是 有一点酸酸的感觉而已 因为现在的科技 对我们来讲 已经可以很多府具 都可以让我们 对行的方面 来各方面 生活方面都很正常 为了来完成婚人提供的故事 婚人馆选青年协经会 也来邀请中间四十名 修理麻痹者做过分 希望借着故事来团达 勇敢面对南关的进行 那我们云林县附建青年协经会 其实最一开始会叫青年 原因就是因为 有一群小的麻痹的青年 然后为了要自助助人 然后共同发起的一个社福团体 那这一本会本其实也相当不容易 因为它记录了整个 然后在云林这些 小儿麻痹者身上 发生的真实生命故事 我们邀请了 将近四十位的小儿麻痹者 一起来做这个顾问 来创作这本会本 十一位蔡理 婚林官博健青年协经会麻症者 到达蓬弃公衡 结合协会四十十年万余会 办理到会本故事典 欢迎民众可以拥有真误 接下来是彩虹报道 大家 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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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